嗨 大家好 我是若瑟石金霞 我们接着聊刀狼的罗刹海誓 首先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的罗刹海誓不是在骂中国 不是在讽刺中国 他就是在敷衍普松林的罗刹海誓这个小说 普松林的罗刹海誓这个小说里面 就是讲在中国的东边 两万六千里的罗刹国的黑白颠倒 遗愁为美这样的事 是以一个从罗刹国的西边去的 因为中国在罗刹国的西边 在普松林的小说里 然后这个小伙马迹就从西边来到了罗刹国 他所见所闻 但是刀狼他的这个歌里 他其实并不是说重述一遍 在罗刹海誓的罗刹海誓 他实际上是借罗刹海誓这样的一个故事蓝本 就是中国有一个小伙叫马迹 从罗刹国的西边的中国来到了向东 来到了这个罗刹海誓 然后呢来到了大罗刹国 然后看到了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刀狼呢 在他的罗刹海誓这首歌里 他有他自己的创造 他自己的创造呢 非常遗憾的是呢 我们到现在呢 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啊 其实还没有理解刀狼 真正他在罗刹海誓这首歌里 到底要表达什么 这个我想刀狼之所以不回复啊 这是说啊 就是说在骂这个纳鹰啊 什么在骂杨坤啊 什么在骂这个高小松 在骂这个汪峰是吧 然后人们找出来啊 说骂纳鹰是吧 说这个是这个纳幼鸟是一只鸡 纳不是鹰那是一只鸡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未曾开言先转定 是吧 这是好声音的那个啊 转过身来导师转身是吧 还有每一日蹲我里把蛋来握 这就是导师呢 在带学生 这就是啊握蛋是吧 然后说这就是在骂他们是吧 然后还有呢 说什么这个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公好威名啊 是吧 说是这个啊 这就是在说谁啊 这就是在说什么杨坤啊 什么高小松啊 是吧 然后还有说什么 啊什么邪把做如意啊 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黄蜂尾上针啊 黄蜂你看不就汪蜂吗 谐音梗啊 啊那就是大家就把拆字梗 谐音梗都用上了 然后呢就说你看 十年报仇 而且骂人不带脏字 如果真这么说的话呢 真的啊 那刀狼这首罗刹海誓 那真是格调太低的歌了 是吧 歌词真的是太脏了 骂人实在是骂得太下流了 那么这就是阴残残的下三路的表达 你怎么是高雅呢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啊 这叫有文化 骂人不带脏字 不指名 不到姓 让被骂的人抓不到把柄 是吧 那这样的话 这叫什么大雅之堂啊 这叫什么文化呀 那这不就是村 村子里边农村那种啊 这个泼妇骂街 是吧 我也不指名 我也不道姓 我就站在大街上开口大骂 而且我一骂 我就是骂生殖器 你是男人 你是驴 是吧 你是公公 是吧 你是太监 女人 你是老宝 你是妓女 是吧 你是呢 这个母鸡打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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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狗 什么你是脏东西 是吧 等等 这是很脏的 这是很肮脏的 是吧 啊 那么 那么这个刀狼这首歌 这么脏吗 啊 如果这么脏的话 是吧 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爱呢 那有人可能说 不够脏 不够那么多人的爱 是吧 足够的脏 才能足够的流传 才能有那么足够的爱 这有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 但是呢 我把刀狼的整张专辑呀 山歌聊哉 听了一遍 我发现 哎 整张专辑听下来 这个 刀狼应该没有这么低的格调 整张专辑里边有几首歌 我还是很喜欢的 比如说 翩翩啊 花妖啊 路南科呀 未来底片啊 哎 这些我都挺喜欢的 反正整张专辑里说实话 这个罗刹海誓啊 颠倒歌 还是 算是主打了 这个罗刹海誓算是主打歌了 第一首啊 除了序曲之外的第一首主打歌 而且火爆的也是他 由他的火爆引起了人们去听他的 这个山歌聊哉里边其他的歌 是吧 而且我还不仅听了他的山歌聊哉的其他的歌 我还听了呢刀狼前两年的专辑 像如是我闻啊 世间的人 哎 我都听了一下 我就清楚的看到了刀狼呢 他的这个变化啊 他的探索 他的足迹 所以我就发现啊 刀狼是跟斗伟一样的 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音乐人 他应该是想像斗伟那样来做音乐 他有音乐的梦想 有一个音乐人的野心啊 那斗伟呢 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嘛 是吧 但是你肯定不是因为他是王妃的前夫 知道他 是不是 哎 斗伟呢 当年的黑豹无人不知啊 是吧 然后斗伟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做实验音乐了 啊 斗伟的很多音乐呢 那个那个歌词啊 那个音乐呀 是吧 那已经是呃 被称为豆仙了 被称为 为什么叫豆仙 很多人听不懂了 没法理解了 啊 说实话 斗伟的很多实验音乐 我听了 我也不喜欢听啊 我斗伟的实验音乐 我在很多年前 大概十年 十几年前 我就研究过啊 我那个时候曾经写过 关于斗伟张楚 他们这一些人的这个乐评啊 所以我曾经早就 十几年前就研究过 说实话 很多的斗伟的音乐 我就是有的能听 我觉得挺喜欢 挺享受的 有的就听不下去 那真是可以用白居易的琵琶形里边的欧雅招扎难为听 简直就是噪音 在我来讲 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豆伟的这个实验音乐啊 但是他实验音乐里边有些我觉得还确实是蛮有耳目一新啊 那种感受 还有呢 豆伟唱的歌词 那那那歌词已经是不是人话了 就是如果没有读过啊 这个古典文学 非常非常古典的人 你就不知道豆伟的歌词是什么意思 还有豆伟很多歌词 很多音乐干脆就没有歌词啊 就是各种噪音啊 甚至他这个啊 他已经他已经变成了什么 就是就是做自己的音乐了 我不考虑你们喜闻不喜闻乐见不乐见 喜欢不喜欢听懂不听懂啊 但是刀狼呢 他呢 仍然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愿望 就是一个市场的愿望 他仍然希望自己的音乐呢 为更多的人呢 喜闻乐见啊 能够呢传达出东西 然后让啊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啊 能够喜欢 然后甚至他想教化众生 他有教化众生的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三次获得这个五个一工程精神文明奖啊 他的确有教化众生的想法啊 你在这个他的如是我闻啊 世间的人啊 还有这个山歌聊哉里边那些歌词 你都能够听到这些啊 谈啊这个过去未来 是吧 谈爱情啊 谈人生啊 然后谈人类啊 是吧 啊然后呢 谈理想啊 谈幻灭啊 等等 他他他努力的想 让自己的歌呢 歌词有思想啊 然后呢 歌词有意境 然后音乐呢 在节拍上啊 在韵律上啊 在使用的乐器上 啊各个方面 他都要让他有文化 他努力想有文化啊 他也想承载文化 他也想教化众生 啊这个是刀狼 他真的很有野心啊 所以人民日报也说 他是一股流行乐团的这个清流嘛 确实挺清流的 他能够沉下去啊 能够静下心去做事情 嗯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罗刹海誓吧 那有人说你不能说他整张专辑别的好 或者说前面做了些什么 然后就证明罗刹海誓就是高高 就是有格调的吧 是吧 嗯 罗刹海誓呢 我个人的认为啊 真的是在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山歌聊哉里边啊这个专辑里边啊这个专辑里边是一个用力过猛的啊一首歌啊其中的这些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想到这个纳英啊什么杨坤啊汪峰啊是吧也这个高晓松啊对他的批评啊什么十年前的这个仇啊我感觉他有一点点啊我感觉是有意为之的像这种什么啊 未曾开言先转定每日里敦窝把蛋来握啊什么啊这个草鸡打鸣当司臣啊什么马虎爱听那幼鸟的曲呀是吧 勾兰从来半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岂有话堂当猪狗哪来写把作如意是吧 这个红苗赤黑画皮绿秀机关金香提是吧什么的不管你怎样洗呢也是个脏东西什么女子为好非全都好 还有黄蜂尾上针真的是啊而有意为之的就是想制造一个噱头啊 制造一个噱头引起争论所以我我认为呢就是他这个专辑出来7月19号出来的啊我他7月19号这个出来 这新歌一发布我就看到这首歌了我其实看得很早但是他到7月23号才火起来 为什么7月23号火起来7月23号发生了一件事齐齐哈尔的事件大家知道吗 所以他这个火呢真的是有 很多因素的这个政治因素很重要 一下子给了他流量然后他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然后呢谈论齐齐哈尔11个人的 11个 花样女孩他们的死的就被盖过去了 真的是被盖过去了啊 还有什么秦刚的事也都被盖过去了然后那你一下子流量给到这么多 大家了解中国的谁能上热搜谁不能上热搜 谁能够全场让上热搜谁能够得到 十几亿的流量 怎么可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他真的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给赶上了啊 最初一开始搞那个什么 把这个这些对号入座呢 这一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经纪公司搞的一个营销手段啊 搞的一个营销手段 因为这个营销手段是容易激起民愤吗容易这是形成一个讨论的热点吗 而且 刀狼自己也不发生是吧 记者采访刀狼也不发生不发生越不发生 然后人们就越容易讨论越讨论 是吧那经纪公司不是白给的吗 刀狼这个名字也是经纪公司给他取的吗 是不是 那 但是刀狼这首歌真正的难道就是想报 十年之仇吗 不是 其实刀狼这首歌呢 他真正的意思 很有意思 大家都忽略了 你看啊 他说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 过七冲越江海三寸的黄泥地 只为那有一条 一丘河河水流过狗狗营 狗狗营 当家的插杆换走马户 十里花长有昏迷 是吧 这就是读下来就是说什么 在 东边两万六千里的罗刹国 是吧 然后呢 那呢 是过七冲越江海三寸的黄泥地 可是实际上我们要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呢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七冲啊 七冲就是 这个七冲门 七冲门呢 就是了解一点这个中意的话就知道了啊 就是呢 是指的唇是飞门 齿是护门啊 慧烟是西门 胃是奔门 太轮下口呢是幽门 大长小长是蓝门 然后呢 下级是破门 破门也就是钢门 所以叫做七冲门 因此 大家注意啊 这七冲门呢 其实就是指的人呢 从头 啊就是一个人呢 从你的嘴巴 是吧 唇 齿 啊 然后胃 大长小长肛门 这样 就是一个人吗 这是一个人吗 从 从 从头到 屁股 是吧 就是一个人 然后 过 这不是 过七冲呢 然后越江海吗 江海是什么 江海就是指的三胶啊 啊 江海就是指的三胶吗 三胶就是 也是中医里边的术语吗 就是 就是三胶是六腑之一呢 上胶 中胶 下胶 三胶的合称 那么这个上胶就是 就是指的是什么 上胶就是 就是指的 啊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你格以上的胸部是上胶 啊 然后包括你的心肺 还有头面部 啊 然后呢 你横格以下 到肚脐是中胶 包括脾胃啊 然后呢肚脐以下到二阴 是下胶包括肝肾大小肠膀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说了说明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讲的就是什么 人 啊 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 是吧 说向东两万六千里的罗刹国 然后他讲的是罗刹国的人 啊 讲的这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什么 过七冲月 浇海三寸的黄泥地 只为那有一条溢丘河 河水流过沟沟 你可以理解成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溢丘河就是 前面就是讲了七冲浇海 就是整个人的 从头到 到到屁股 是吧 从头面一直到这个 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的你这个肉身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溢丘河你可以说一般都是解称说溢丘之河 是吧 然后狗狗营都是营营狗狗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什么 就是指的人的血脉呀 啊 这个你这个血脉是吧 连起来 那所以说呢 他 这个 这个 罗刹海是他就是讲的人 一个人 人 这个人呢有什么 有七冲门 有三交 然后呢 排泄之后黄泥地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有这个血脉 是吧 然后留下来 然后你在这个人 主宰这个人的 是吧 主宰这个人的 是什么 马虎 马虎 幼鸟 啊那么他 两耳棒肩三孔鼻 未曾开言先转定 每日里蹲窝里把蛋来握 然后多半以为自己是只鸡 不知道他是一头驴 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勾兰从来 半高雅自古公公好美名 好美名 然后 好威名 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 他叫马迹 这个马迹呢 就是一个旁观者 啊一个旁观者 这个旁观者来看 来看什么呢 来看这个罗刹国的这个人 来看这个罗刹国的人发现这罗刹国里长颠倒 是吧 马虎爱青的 幼鸟的取三根的草鸡 打鸣当思辰 半扇门 没上表真情 红苗那个 红苗赤那个黑化皮 绿袖精 机关 金香体 可是那眉袋 从来就黑 不管你咋样洗呀 也是个脏东西 那马虎 不知道他是一头驴 那幼鸟 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岂有化塘 灯猪狗 哪来血把 做如意 是吧 就是说这些是谁 是这个马迹 从中国来的 从西边的中国来的这个马迹 他所看到的这个罗刹国的这个人 他外在的是什么样子 他内在的是什么样子 他可是他自己却根本不知道 自己里边是多么分裂 自己是多么虚伪 自己呢 是是是多么的可笑 多么的可耻 那有人说你 石老师你这肯定是过度解读了 我真的不是过度解读 为什么你看他后边 他后边写啊 说爱字有信心有好歹 百样爱也有千样的坏 女子为好非全都好 还有黄蜂为上针 就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人呢 无实你这个人是怎么样 你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有一句俗话 说中国的 说国学经典 不是三字经说 人之出性本善吗 是吧 其实呢 三字经是什么呢 是明清时期 是为了教化那不识字的人 是吧 所以人之出性本善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讲人性是什么 人性是 有善有恶 无善无恶 是吧 亦善亦恶的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上 那个 刀狼在这歌里 就是说 爱字有信 心有好歹 是说人呢 内心里边就是 有好的也有坏的 你不能光看到那好的 看不到那坏的 是吧 你说女子为好 是吧 也并非全都好 那是吧 就是那个 你看有的 你看他是个美女 是吧 你看他这个好人 是吧 但是他也并不一定 他就是实权实美的 对不对 还有黄蜂 伪战 可能 罪毒妇人心 这也是很多人诟病的 说你怎么能这样说 其实到了 这里不是说 他丑女 不是丑女 他这里说马虎也好啊 幼鸟也好啊 甚至马迹也好啊 马迹 你以为马迹 就是个好的吗 那有很多人在解读的时候 就把那个马迹 解读成刀狼了 是吧 说那个刀狼 就是那个马迹 是吧 但你要这样解读的话 你就没有认真的去读 普松林的 这个啊 这个这个 罗刹海誓这个小说 普松林的罗刹海誓的小说里 不就是写这个马迹 他在这个大罗刹国 他怎么样 他自己用梅灰把自己涂成了张飞的样子 然后也是以仇为美 然后换取了高官俸禄 所以用普松林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怎么 画面逢迎 事情如鬼 世家之痞 举世一辙 小残小好 大残大好 是吧 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 其不害而走者 盖及西 所以说普松林在这个小说里边 这个马迹也没有当做一个正面人物的啊 你如果是一个正面人物不肯同流合污 你干嘛还要把自己打扮成丑的 然后去换取高官后路啊 你干嘛是吧 还做这样的事情啊 是吧 你明明知道那是假的 那是丑的 你为什么也要这样 就是为了获得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嘛 是吧 所以你看 啊 在这个刀狼的这首歌里边 同样他也没有把这个马迹 就真的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 一个一个正面的形象来看 为什么 你看他后边说 说西边的欧刚有老板 生而为特根斯坦 他言说 马虎驴右鸟鸡 到底呢 马虎是驴还是驴是幼鸟鸡 是吧 那驴是鸡 那鸡是驴 那鸡是驴 那个驴是鸡 那马虎右鸟 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有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这首歌呢 Baby就是最后一句 其实他最后一句 你把他跟前面连起来 现在你把最后一句 他其实真的不突兀啊 他不突兀 那马虎右鸟 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你现在再看前边 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 过七冲月交海三寸的黄泥地 只为那有一条一丘和河水流过狗狗营 狗狗营当家的插杆换走马虎 十里花长有浑鸣 他两耳棒肩三孔鼻 未曾开言先说 每日里蹲窝来吧 但来我老粉嘴多半辈以为自己是只鸡 那马虎不知道他是一头驴 那幼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其实在他这首歌词里 这个马虎和这个幼鸟是一个东西 马虎是驴是吧 可是他却像鸡一样蹲在窝里 是吧 握蛋 他以为自己是鸡 是吧 也就是说一个人 人啊 就是这个过七冲月交海三寸的黄泥地 这个人啊 有狗狗营的这条河的 这个一丘河狗狗营的这个人类啊 他常常自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 他常常会认为自己是美好的 就像那个打西边来的那个小伙马迹一样 他觉得自己是美风姿少替躺华夏的子弟 他是人海泛舟 薄风打浪 龙游险滩 流落恶地 他看到罗刹国里长颠倒 马虎爱听了幼鸟的去 可是他却没有看到他自己 老郭落在猪身上 只看到猪黑 看不到自己黑 是吧 只看到弟兄的眼中有梁 有刺却不知道自己的眼中有梁 他自己干什么干了什么事 他自己也是干了什么事 干了那个红苗赤黑画皮绿秀机关金香蹄的事 他也是把自己涂了面磨了黑 然后换取荣华富贵的事 他明明知道那是丑的 他明明知道那是错的 他为了得到利益他却那么做了 爱自有信心有好歹 百样爱也有千样的坏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不要说别人 是吧 不要说你是好人 不要说别人都是丑陋的 你照一照你自己 是吧 他说的恰恰也是你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杨坤上是理解了这个刀狼的这首歌 大家应该看到那个杨坤的回应了吧 是吧 那有这个粉丝给杨坤那边回应 是吧 说你们不要在那里嚷了 是吧 这首歌就是在说的你们 是吧 就说的每个人 杨坤说最后一句是对的 实际上啊 这就是刀狼这首歌 就是他马虎幼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所以他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啊 这首歌呢 这首歌在歌词上 在歌词上 其实仔细的读来 然后你仔细的体会 你会发现哇 刀狼呢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而且呢 的确是泼泼读了一些书 而且呢 对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的体察呢 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深度 他是一个佛教徒啊 他前面有唱过这个 这个佛教的歌曲如是我闻啊 这个我倒真的很希望能够有人呢 给刀狼呢传传福音啊 让他读一读圣经 刀狼想把他的音乐做得更好啊 他甚至可能有一种野心 因为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是吧 他可能想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 真的啊 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呢 应该读一读圣经啊 那因为你看啊 他现在呢 他的这些歌呢 说金刚经 佛经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颂元画本啊 明清小说 这个 那么如果他再能够啊 阅读一下圣经 人类的经典 我相信刀狼未来可期 哈哈 在中国的这个音乐上啊 像 呃 这个 龚琳娜和他的丈夫老罗 啊 忐忑呀 是吧 这个小河糖水呀 这是一种尝试啊 像窦围的实验音乐 是一种尝试 那很高兴我看到了刀狼的尝试啊 我今天主要从歌词的角度来说 其实从音乐的角度来来说呢 也非常棒啊 呃 这个呢 这个明天啊 我会在我的这个节目上做一个直播 就是讲一讲他的这首歌为什么火 为什么能火起来 今天我只讲了一点啊 有一个天使地利人和 因为恰好他是在7月19日推出 然后这个搞了一个噱头来争议是吧 然后引起一个争议 然后然后正好赶上了7月23起起哈尔事件 啊 起起哈尔的这个校舍啊 那个这个体育馆倒塌 11个女孩子允命 然后一下子就被送上了热搜 刀狼就被送上了热搜 就是这样啊 这是一个因素 还有别的因素 我明天呢 会更更丰富的 更全面的来解读 也会从音乐的角度来讲一讲啊 就是为什么刀狼的这首歌会火 为什么刀狼呢 能够呢 这么有生命力 是吧 为什么刀狼的好多歌都能火 啊 那我明天呢 会在直播上 给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 欢迎大家明天参加我的直播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爱你们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